九花山 坐落于安徽省池州市 它以莲花佛国著称于市 以山水祈宿而名闻天下 诗仙李白的庙有分二气 灵山开九花成为九花山的定名片 山上处处清晰幽潭飞浦流泉 构成了一幅幅清新自然的山水画卷 云海日出物森佛光等自然奇观 气象万千更是美不胜收 可谓人间天上天上人间 一千多年来九花山声名远播 长盛不衰 其火力源于璀璨斑斓的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相容 所形成的独具地域特色的地藏文化 使之成为国际性佛教道场 宇山西五台山 四川峨眉山 浙江普陀山 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古往今来 这座大山不知折服了多少文人莫刻 亦不知见证过多少部历史的大戏 公元719年 新罗国韩国王子金桥爵 渡海来堂 浊西九花 苦心修行七十五载 于公元794年 世纪于九花山 其时山明石云灵感万端 纸肉身于石寒中 三年后开启石寒 颜色如生 旱旗古节 有金锁般响生 正应了佛经 菩萨勾索 百孩明以至灵验 奉安于南台领头 石发圆光 五色竹天 九花山因金桥爵 而成为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为空 事部成佛 大愿地藏王菩萨道场 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 缘寂后带佛宣化的菩萨 为印证这种特殊型 四大佛山中为地藏菩萨 以真人实现 金桥爵在中国 创建了千古道场 成为万众膜拜的地藏菩萨 并留下了肉身 一千多年来 肉身菩萨的不断出现 成为九花山佛教的一大特色 同时也为这座佛教名山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佛教认为高僧大德缘寂后可得舍利 悬应因一载舍利有全身碎身之别 全身舍利即是指高僧缘寂后其身体经久不服 长宝圆形而徐徐如生者 碎身舍利是指高僧大德土皮后之遗骨 佛经在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 甚难可得最上福田 戒定慧之所熏修 就是佛教对肉身不服的解释 纵观九花山现存的肉身菩萨 其生前无一不羞耻严谨 他们虽表现各异 有的身山苦修 有的入室行医 有的现风沙颠倒像 更有甚者置身心于一处 一战就是三年 虽然他们修行的方式各不相同 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应激说法 利乐众生 外现凡行 内存清净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出现的第一尊肉身菩萨 便是九花山双西寺修成正果的大兴和尚 在人们的印象中 能修成金刚不坏之身的 一定是高僧大德 非凡之辈 然而大兴和尚 他只是一个挑水 种菜 砍柴 放牛 利益他人 劳苦自己的普通僧人 他一生参禅悟道 善医治病 乐于助人 极富传奇色彩 他深得乡尼爱戴 并被四方百姓尊称为 济公活佛 广大信众敬奉为 地藏王三世 大兴和尚 自了为 俗名猪毛和 又名猪万全 1894年 光绪二十一年 农历十月二十四日 亥时 出生在安徽省太湖县牛镇的 猪家湾 一个贫苦家庭 在大兴和尚的旧居 一进两重东西厢房的祖堂 成为乡亲们 今天缅怀大兴和尚的 唯一场所 大兴的祖父 朱汉臣 是当地一位民间中医和铁匠 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他经常带着大兴和尚 去附近薛义河边的 狮子山二祖四里佛 这既让大兴和尚 从小受到一定的医学熏陶 又在其幼小的心灵中 拨下了学佛的种子 大兴和尚年幼时 就极其孝顺 七岁时 为减轻家庭生活的压力 离家给人放牛糊口 不幸被人贩子拐走 受尽磨难之后 直到九岁时 才被家人找回 大兴和尚身高一米八五 体魄有些单薄 但力气过人 他爷爷朱汉臣 为让他有遗迹在身 能有口饭吃 便让他跟着自己 学一点医术和铁匠手艺 1918年 大兴随爷爷到安徽屯系一带 打铁谋生 时值南北军阀混战 被强征入伍 在旧军队里 大兴目睹了百姓 生活在暴力 磕捐杂碎 以及洗劫的罪恶深渊之中 本性善良的大兴 在厌恶了这种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的苦难生活后 于1925年逃到九华山 百岁宫 离常伐老和尚为师 妻度出家 本是逃避尘世的无奈 却从此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初出家的其他小和尚一样 大兴和尚刚入佛门 先在寺庙中 从事一些挑水担良的苦意 过着每天上早晚课 诵经念咒的佛门生活 1931年到南京古林万寿寺 寿聚足界 随即朝礼山西五台山 四川峨眉山 浙江普陀山等 名山古寺 历时五年之久 大兴和尚背负着行囊 从九华山启程 沿途跋山涉水 一路小行夜宿 无论风雨凄厉 饥寒冷暖 只一心称念着菩萨圣号行拜 最终 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 和始至不渝的怨心 圆满朝山大远 在朝山的路上 大兴和尚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据同大兴和尚一起 在九华山双西寺修行的 道林法师讲述 大兴和尚在求解后 云游参学过程中 一路行善积德 按佛教教义精神 进行好事 方便世人 他从扑陀山前往五台山 在路过太行山下的 享堂铺时 听到山崖边 一女子的求救声 奔着善心 寻找声音来远处 发现是山贼 抢走了这名女子的包袱 大兴和尚 飞身从牙石后跳出 用棍子拦住 正骑着快马的山贼 经到马一扬前提 山贼滚入山间 包袱掉在路旁 大兴和尚 捡起包袱 还给女子 同时又扶起山贼 帮他救治 后来 了解到那山贼名叫李天亮 也是穷苦人 出于生活无奈 不得已做了山贼 为找地方给他养伤 他背着李天亮 走了十几里山路 终于找到了一户 亮着灯的山里人家 大兴和尚敲门进屋 与开门的老汉攀谈后 才知 是被抢劫女子的家里 他们父女相依为命 生活极为艰难 大兴和尚把身上 仅有的两块银元 给了老汉 请他们留下李天亮养伤 父女俩开始很不情愿 通过大兴和尚的耐心开导 又敢念大兴和尚的慈悲 就答应了 大兴和尚的一举 和父女俩的悉心照料 深深感动了李天亮 本性善良的李天亮 也敬意帮助他们 做一些农活 养好伤后 老汉见李天亮 以改邪归正 又勤劳善良 就收他为义子 一家人互敬互爱 被当地传为佳话 大兴和尚常说 百善孝当先 南山求神 北山拜佛 不如在家孝敬父母 1937年底 他翻山越岭 渡河涉水 来到湖北省东部山区的 一个山村 借宿在一曹姓的老人家里 聊天时听说 本村的柱姓大爷 有四儿良女 但都不赡养老人 大兴便来到住家 对祝老汉说 我就在这里伺候你 算是你的儿子吧 祝老汉万分感动 师父这可使不得呀 大兴呵呵一笑说 有什么使不得 我们出家人处处是家 大兴就真的住到 祝老汉家的柴草房里了 他一边坐禅羞耻 一边砍柴 种地 如同亲生父母般 伺候着两位老人 村里很多人都来听他讲法 他便开导村民 情善积德 孝敬双亲 通过他的身体力行 和寻寻善诱 也终于使祝老汉的儿女们 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从此担起了赡养父母的责任 真正做到了父慈子孝 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8年秋 大兴和尚又来到了湖北省 与安徽省交界处的佛光寺挂丹 受到寺中僧众的热情接待 一日 大兴和尚随僧众做完晚课以后 院外的求救声打破了这个宁静的夜晚 十几名女子正被几个日本兵追杀 不得已逃着此地 淡淡的月光下 日本鬼子的屠刀闪着刺眼的白光 一个个面目猙獰的 仿佛要置这些弱女子于死地 大兴和尚见此情景 赶紧把门打开 放他们进去 又连忙把门关上 刚关上山门 几个日本兵便站在门口 用他们不标准的中国话吼道 把门打开 不然一把火烧了这庙 大兴和尚是心善之人 怕伤及他人便把门打开 他镇定的口念阿弥陀佛 日本兵见大兴和尚立于山门正中 气宇不凡 神态不言自危 竟一时呆望 刚刚凶神恶煞的表情 也顿时消失了 大兴和尚接着又道 寺院是万善同归之所 惊扰佛菩萨 你们能背得起这等因果吗 若是你们的亲人被逼迫 你们会有何等感受 死一般的沉寂片刻之后 四个日本兵 竟然静静地退后几步 随即转身离开了 寺院僧众都见证了这一不可思议的场景 更是被大兴和尚的超凡气魄所蛰伏 大兴和尚于1942年 回到九华山百岁宫厂住 百岁宫坐落在东亚之巅 吃水比较困难 大兴和尚坚持每天挑水 从回香阁到百岁宫往来不断 他注重禅静修持 劳务结合 当水头五年 每日领重挑水 供全死僧俗饮用 砍柴住厨从不叫苦 1947年 他到安徽青阳县城东 火焰山大慈安厂住 时逢修复自愿 他全力护持道场 破冰下水 不给虚寒 简单被扛 皆在道中 整日劳作 长同转顺 与之同餐 皆感诧异 大兴和尚这些年 走了很多地方 于家乡一别 就是多年 家中年迈的母亲 不知现在怎样 俗话说 儿行千里 目担忧 这年夏天 大兴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家中 他母亲把那个炉梯 在外面叫 叫他儿子回来 就这样 回来以后呢 就回来了 喊三天 母亲 母亲嗓子寒哑了 眼泪流干了 大兴和尚感应而归 这次回家探亲 已经是他离别母亲 出家二十多年了 母亲感恩佛菩萨加持 大兴和尚回家住了一个月 就回到了寺院 这次回乡探亲后 他整个人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 在世人眼里 他成了一个风和尚 1958年 他来到了九华山后山的 双溪寺厂住 双溪寺创建于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 这是一个散发着淡淡古香的寺院 即古朴 典雅 清零 荣于一身 坐落在素有金地藏第一修行处 和华盐道场之称的 九华山后山九子岩下 高山流水 岩石瀑布 把双溪寺装扮成仙境般的世外桃源 鼓鼓的山泉 流经十几个静修的茅棚 古老的茅棚穿越悠悠的时光 烟雾缭绕下 这里如梦如幻 鬼斧神功般的石井奇观 让人目不暇接 叹为观止 大兴和尚 被这里以你的自然风光 和善良憨厚的山民的虔诚和勤劳 深深感染 从此 驻足在双溪寺 截身修行 一直到1985年元季 他到双溪寺后 过着极为艰苦的修行生活 没有吃过一顿丰盛的斋饭 也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衣上鞋袜 补了又补 常年穿着被称为百纳衣的 裸露着棉絮的发白长衣 床上垫的是稻草 盖的是发黑的破旧被 尽管过着清苦的修行生活 他却乐观豁达 嘴里总是自言自语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说话不离空空空 他缘寂后 只留下三分钱 一分在米缸后面 一分在灶门口 放火柴的小洞里 还有一分在床板上 他真正做到了 万元放下 一切皆空 大兴和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那年冬天格外的冷 大雪纷飞的早晨 他冒着严寒 坚持把牛拉到山上吃草 牛儿吃饱后 大雪已经挡住了回去的山路 回不了寺里 他们只能在石崖下过夜 天寒地冻 再厚的衣服 都阻挡不了寒气的侵袭 他却脱下棉衣 盖在牛身上 然后自己趴在牛身上 他们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回来 世人不理解他的行为 笑他疯 笑他傻 还有一次 那时生产队集体摘的梨 让他挑到县城去卖 沿路的小孩子问他要吃 他怕一旦梨 沿途都分给了这些孩子 嘴里还说道 这是辛勤的果实 吃了身体健康 可不得糟蹋 傍晚 敲着空弹回来 没有一分钱 五十年代后期 正是粮食紧缺的岁月 有一次 他到九华山圆通寺 和辽荣老和尚一起 砍伐毛竹 做农具 回寺时 辽荣老和尚 见他饿得走路都打摆 便把自己省下的一点米 叫他带回去澳洲 他下山途中 遇到一婴儿 哭得可怜 孩子他娘抱着这个不足两岁的孩子 哭诉道 家里实在是没有米了 大兴和尚 马上把米掏出 全部送给他们 还说是菩萨叫他送来的 自己饿得实在不行 就爬到树上 采野果子冲击 大兴和尚在双西寺放流期间 生活简单随意 但他在念佛禅修上 从不随便 全心投入 他注重劳境结合 无论刮风下雨 他每天都要坚持 休息禅定 常常不顾山高路斗 登上寺后的九子眼顶 在当年九华山鼻祖 金桥爵修炼过的盘陀石上 合掌打坐 闭梦养神 精心修炼 多年的修炼 使得他步履轻盈 行走如风 超凡脱俗 据当地接触过他的人形容 大兴和尚能飞檐走壁 来无影 去无踪 功夫不同凡响 他奇长的身材 尽管受骨临巡 却精神奕奕 他与其他僧人不同的是 行住坐卧时 常念口头禅 空空空 空不离口 终年如意 有人好奇地问 为啥你总要念空空空 大兴和尚告诉他 别人骂我也好 夸我也好 说我闹也罢 好也罢 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 转眼成空 大兴和尚在双西寺 尽心修行二十余年 与当地乡民之间的关系 处得十分融洽 十年浩劫期间 九华山这块净土 也同样遭受劫难 许多寺院遭到破坏 红卫兵解散了全山寺庙 比丘比丘尼被纷纷赶下山 逼迫他们还俗 从那时起 附近乡民就能时常看到 一个到处咸游的风和尚 他脚穿草鞋 身着破衣烂衫 把一切指之度外 从不知烦恼为何物 嘴里整日不住地念着 空空空 走这儿跑那儿 疯疯癫癫 活像一个既功在世 有时他对着大山 一个人手舞足蹈 不停地念着 有些悟不清禅 及佛理的人认为 大兴可能是呼吸道有毛病 总是坑坑坑 但是也有不少乡民认为 他装疯卖傻 是为了逃避尘世 依旧过着他清静的佛门生活 心地善良的当地乡民 便任由他做个逍遥自在的 风和尚 文革期间 他仍然住在双溪寺 放牛 种菜 念经 练功 嘴里还时常念着 颠三倒四的妙语 说什么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好人好地方 坏人坏地方 如果有人与他争辩 多数时候 被他博得理屈词穷 如今 大兴和尚这句 看似劝人行善 而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 却蕴含着 禅机理念的精髓 就连日本韩国等 国外朋友 和佛教界人士 都认为 有着颇深的哲学道理 深加研究 大兴和尚的善心 更是让人敬佩 他善医朱病 特别擅长给孩子看惊吓 常用草药为人治病 不少疑难杂症 都为他妙手治愈 尽管大兴和尚 食字很少 但物性很高 他常年行走在九华山后山 这个植物资源 十分丰富的中草药保护 也为他深入研究 传统的中医 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他经常独自一人 攀崖走壁 上山采挖中草药 精心配置 一一送到病人手中 要是哪家给钱给物 就会惹他生气 据当地人说 每次遇到疑难杂症 他们都会想到 来找大兴和尚诊治 许多病人吃了他的药 都能得到痊愈 就在他圆寂的前一天 邻村的一个孩子 因为生病 到医院看病 回家仍不见好转 便来找大兴和尚 而此时身体虚弱的 大兴和尚听说后 坚持叫人 把孩子带到跟前 给孩子把脉 开药方 孩子病好了 大兴和尚 也永远地离开了 在他快要离世的那年 村民求他传手医术 造福后人 他说 治病非儿戏 不是常人都能学会的 我不离开这里 看病到我这里来问一下就好了 时至今日 附近村庄若有孩子生病 或受惊吓 只要父母带了 来大兴和尚肉身殿 叩拜 祈福求加持 回家后 竟会不止而遇 这一番神奇的感应 人们才对他当初所言 豁然开朗 选择弘法的姻缘 各有不同 最终姻缘即会 大兴和尚选择在九华山 坐纲留下法体 是要将度化众生的 深重大悲 凝固在 娑婆世界的 这片深厚土地上 他要在这里 成为不去的师父 他用不去的方式 永远关注众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大兴和尚 曾做过最不可思议的 一件事 当时 由于十年文革的冲击 使双溪死破败不堪 后山的九子岩寺庙 大多是茅草盖的 乡民们提议 在原来基础上 修修补补 将就使用 可是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寺庙突然着起了大火 人们纷纷要去救火 大兴和尚 却阻拦人家 不要去救火 大呼 烧得好 烧得好 众子问他 何出此言 他说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后来 大家才知道 他是担心寺庙 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会伤及到人的生命安全 急需要翻修重建 果然 到了八十年代末 在仁德大和尚的关心支持下 道林法师 募集善款一百多万元 重建了双溪死大雄宝殿 规模是原先的三倍 彻底改变了过去几间茅棚寺庙的窘况 应验了风和尚的风化 因为从小就吃尽千辛万苦 他对孩子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对孩子们说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有哪家小孩生病 他知道后就会主动上门看望 有闷声不想的上山采药送到孩子家里 有一次受到惊吓的数条羹牛围住了几个孩子 险情十分危急 在村民们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大兴和尚挺身而出 舍命赶走疯牛 救出了被困的儿童 他和孩子们一起放牛 玩耍 唱歌 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时代 他把佛教生产队发给的生活费 全部买零食分给孩子们 自己没钱就不吃饭 或者煮点青菜冲击 队地只好买米给他 他的米缸从未盖过盖 让老鼠吃 锅盖通了一个洞 也不修补 也不换盖 老鼠总从锅盖洞里偷饭吃 老鼠在饭里拉屎 他也只是随口骂一声 哪个鬼老鼠 饭还是照吃 他一天只烧一次锅 煮一餐饭 一天吃一次热饭 肚子饿了 就吃冷饭 最多用开水冲一下 正如金刚经上说的一样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而大兴和尚 已领悟到了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无像而不失的佛学真谛 他离庙下乡期间 有的人为了感激他 也有的人为了逗他 偷偷在碗里放点肉 大兴没看到 也闷着吃 这时就有人故意说 师父 出家人吃不吃肉 大兴和尚说 和尚怎么能吃肉 有人又问 不对吧 和尚一定吃肉 你看你碗里是什么 大兴仔细看后说 这是肉啊 便立即连碗带饭摔在地上 对于酒也是如此 如果你要不说是酒 给他多少 酒喝多少 似乎也喝不醉 但如果有人说 那是酒 大兴和尚立马就摔掉 看似这般风傻的举止 只要我们深入的思索分析 就会发现 其实大兴和尚的修为 以达到无相圆容的境界 大兴和尚的灵宴 是当地村民有口皆碑的 村民孙宣童原来住在青阳县城 一次来双西寺看望大兴和尚 就想退休后到双西寺附近养老 顺便开个小杂货店 解决生级问题 但又不知开在哪里好 大兴和尚拔脚一跺就这儿 因孙宣童很崇拜大兴和尚 就真的在当时根本就没人气的 那个地方开了个小店 等店建好准备开业时 大兴和尚却圆寂了 如今 孙宣童在大兴和尚选的 那个地方开的香店 借着大兴和尚的佛园 过路歇脚的香客 络绎不绝 来九华后山观光游览 参拜大兴肉身的十方信众 来来往往 生意很逝兴隆 慈悲济世 利益他人 是大兴和尚一生的追求 有一次 他跟寺院周围的村民们说 你们都是我的儿女 我会保佑你们 造福此一方百姓 当时 谁也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只当风话 今天 海内外游客信众 源源不断地来到双西寺 朝拜大兴和尚的真身 他的话应验了 大兴和尚 直到九十岁 都在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寺院杂事 1984年秋 他突然不念空空空 而改念阿弥陀佛 且二六时中念佛不停 1985年年初 他送红白糖各五金 交双西寺常驻共众 并向当家师告假要走 当时 众僧人都不知道 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他也不明说 1985年 农历二月上旬 在寺中不慎摔倒 难以站立行走 于是 整日或卧或坐 持念阿弥陀佛 临终三天前进时 利米未尽 这年二月十七日 零十五分 他响亮地念出 阿弥陀佛数声 思议的僧人们闻声后 都来到他的禅室 跟着一同念阿弥陀佛 他留下一言 我是百岁圣人 不愿火化 说完含小而事 相年九十一岁 大兴和尚圆寂后 按佛制处理遗体 盘坐庄纲 准备七天后火化 这时很多村民 感念大兴和尚的恩德 纷纷要求不要火化 就在要火化他的遗体时 天突然下起大雨 火柴和柴炭 都全部淋湿了 雨停后 天空出现一道彩虹 直通九华山百岁公 众人感悟 大兴和尚 这是要和十方善信 拥结菩提源 为正法做证明 让众生坚定正心 就这样 大兴和尚的肉身 被保存下来 周围村民 自发凑钱买砖块 将他的做钢为器 1989年 2月15日晚上九点 拆棚开钢 圆月高挂 鼓风清凉 群风静秀 妙语肃目 一切都显得 那么的超然空灵 开钢师傅 揭开钢盖 只见大兴和尚 颜面如生 猴节可变 筋骨成线 毛发尚存 大兴和尚 以金刚不坏之身 重现人间 大兴和尚的真身实现 为我国佛教的再度复兴 乃至汉传佛教的今后发展 开辟出了光明的未来 1988年12月至1989年10月 在上海李正友居士等人积极自助下 九华山后山佛教分会 新建了安灵堂 并于1990年农历7月28日 再次举行了隆重的大兴和尚肉身就位仪式 中外八家电视台和全国数十家新闻单位进行了采访报道 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影响 至此大兴和尚成为建国以来 中华佛教印记史上第一尊肉身真佛 二十多年来 落意不绝的中外游客 慕名观瞻 参拜 人们在惊叹这一奇迹的同时 更加敬仰大兴和尚 生前乐善好施 致病救人 却不图回报的人格品行 九华山佛教协会后山分会会长 一彻法师说 大兴和尚勤修苦练 修得正果 肉身应济 戒定会三学 不可思议 大兴和尚行持刚毅操场 不随众流 率性直为 禅和风范 光照人迁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赵普初先生 亲临朝外验证 并亲笔提携 故乡生佛 兴佛无书 两块便额 2007年 安徽青阳县 谢根发先生 捐资三百多万元 兴建 大兴和尚 真身殿 谢先生是经商之人 也非 佛教信徒 他听说 大兴和尚 灵验 便开始来 双西寺 烧香礼拜 虔诚祷告 求此祈福 从此处处感受到菩萨的加持力 昔日身供养 今日大才师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兴和尚真身典 气势挥弘 富力堂皇 耗资几百万元 谢根发先生的善举 证实了大兴和尚 福田广大 得则万民 百世流芳 因为我们 生长在九八三九八三九八 深受这个佛教文化的影响 对大兴和菩萨的 秦成和敬仰 大兴和尚有个自立明年 好人好自己 快人快自己 所以我们能以 善心待人 以诚信做事 我们都是平凡人 那么平凡人呢 他希望就比方说 我有点不平凡 那么其实大兴菩萨 就见证了一个不平凡 它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做这个事情 一个是大兴菩萨 或者说你 古兴师傅 给我们一个机会 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份心意 也是万一有更多的人 来参与 把这个商西四建 把这个大兴的文化 那个传承开启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双西四 整体规划的第一步 也是我们以后 进入双西四的一个大门 山门殿 我们为了完成菩萨 临终的遗愿 菩萨广度众生的这个心力 往生之前 跟我们这个寺庙 包括跟老百姓 都说过 他去化缘 去建大庙 以后整个后山 就是靠他来先忘 他要在后山 度更多的人 度更多的众生 所以呢 我们这几年呢 就是我们这个经济大发展的条件下 在中国安定的情况下 我们呢 就是做了个整体规划 想把这个双西四建 做一个丛林 真正能做到横法一生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山门殿 菜往后一点呢 是一个天王殿 然后大雄宝殿 两边呢 一边呢 我们我准备可能要做一个属于陆法会的内坛 因为我们寺庙要做一点的佛寺活动 但是这个地方不够 那边呢 要做个厨房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来的相克越来越多 因为大姓菩萨的感召力 礼佛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们的吃住功能都不完善 没有办法跟现在的人来匹配 所以呢 我们希望各位居士 众位护法来携起手来 一起为这个双西四的建设呢 出一份力 在这里我代表双西四的全体僧众 欢迎海内外的珠川大德 各位护法居士到九华山来礼佛 到双西四来礼拜大姓菩萨 大姓菩萨 他修的是传统佛教 六年九载复兴传 释迦牟尼佛的六年 雪上重新成复宝 才有复发宗 多么祖师的九年命病 才成了禅宗祖师 才有禅宗 所以大姓和尚 是以传统佛教 谁门谁味 不谈民意 以苦心为道 比方说 好多的儿童有了病 偷偷上午 他把他办法顶部门退就好了 很多人有了病 找到他 他采了月草 用月草煮成水 舍了就好了 所以他的禅宗体力很深 所以他经常跟大家教导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这个就说了 你做坏事会有坏报 做好事会有好报 那么如是饮如是苦 这是复教一贯的 修行这个方法 所以我用几句话 来进行证件 王国所有人寺里 白川牛水拉大海 海维龙甲降民于 天上人情不妙霸 谁做凡死于成身 于谁上班通天地 源于东岛造天堂 谁牛大神若厚地 我们九地野风景区 是这个全国四野的风景区 争取里面是自然争惯 与佛教文化的 这么主要一个争取 我们欢迎这个海内外 游客来我们九地野风景区 女父大神侯尚 四大名山 我们有四个字 知悲怨心 我们九华山 是个地藏谱叫怨 叫大怨 地藏菩萨在手里的时候 叫这个大怨 众神度金 方正菩提 以悦未肯 是不臣佛 四大名山 唯一的我们九华山 有这个真神出现 真神的出现 那就是我们地藏菩萨的大怨 成怨再来 这个我们九华山 有这个真神出现 这就证明我们地藏菩萨 运力很大 唐朝的我们金教绝 明朝的我们九华那个百岁公然 叫武家和尚的真神 改革开放 我们出现第一个入省 就是我们和尚的大庆和尚 大庆和尚在出家的一省 按照佛教的教义 借礼 清修借定会 大庆和尚呢 在实际做了很多的好事 善事 也是得到我们 众神对他的认苦 按照我们佛教的四个字 情愿在来 那死亡我们呢 群众呢 我们的游客 到清阳 要必定到河山去看看 去拜拜 河山的风景很好 到这个地方 交通方便 也能关到风景 也能别到真神 使我们管达的游客 到九华山 到河山走一走看看 2011年11月19日 双西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兴真神殿落成 即大兴和尚真神设立奉安开光大典 来自韩国 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德居士 和全国各地的上万名信众到场 参加了这一佛恩浩荡 庄严殊胜的法会 大兴和尚 无上慈悲 他行人之难行 忍人之所难忍 悲悯苍生 展示出一个禅修者 无欲无求 无畏无我的虚空境界 且给我们留下了两笔宝贵的财富 一是他的舍利真身 二是他的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的哲理名言 大兴和尚的一生 虽然对事不问政治 但在实际行动中 却表现出了爱国 爱教 爱民 他生前所说的 旧的补取 新的不来 就是想把双西寺 建成一个庄严神圣的修行道场 造福天下苍生 现在双西寺 义彻法师 国心法师 新广法师 率全死僧众为圆满大兴和尚的遗愿 修建方案已经通过相关单位评审 如果该方案实施后 双西寺将会成为一座殿与巍峨 风格别具的祈福圣地 我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大兴和尚 普度众生的愿心 一定会功德圆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